人型機器人是未來的趨勢 我們請教陳諺 那麼臺灣有沒有扮演女娲角色 這樣一個機會 讓這些機器人可以產生五感跟人類一樣 因為這次GTC大會 這個黃仁勳展示了這個機器人的技術以後 大家開始去思考一件事 服務型的人型機器人 是不是會成為接下來一個爆發式的 一個產業增長 因為就人型機器人來講 他要能夠看 他要能夠聽 他要能夠去做所謂的模仿學習 坦白講 你要看就以這個我們講原相好了 他的感測器 其實本來就可以做到了 那你說要聽 甚至我要過濾所有的雜訊 讓他能夠清楚接收到各種指令跟聲音的來源 你說遇探能不能做到 也沒有問題 那因為再來就是說人型機器人 既然叫服務型的話 他可能可以幫我們點點菜單代位等等 那你就要精準的什麼衛星導航系統 像達發 他也可以做到 所以其實你說人型機器人 我們剛才在講要達到的這些功能能不能做 其實都可以 可是為什麼一直沒有很明顯的產業趨勢 讓大家去推估 其實最近我看高盛已經把人型機器人未來長期大爆發的這樣的預測 已經發表了一份報告 最主要的關鍵其實就是在於AI 因為如果沒有AI 我講剛才所具備的這些所謂的功能 他沒有辦法去整合 我講整合之外 就是我今天機器人變成我要有一個人一直在那裡遙控他 那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並沒有真的有效降低成本 或我們所謂提高服務的一個品質 譬如說未來他要推我去公園曬太陽 對不對 還有一個人遙控那個機器人 然後到那邊左轉右轉 然後時間到了回來 那就沒有意義 而這個機器人可以自己判斷時間到了 他就坐上輪移 你是老不死的 好 然後我就坐上輪移